好,第一堂课是要来介绍原子 先把原子的历史发展的时候呢 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我简单的把文字写下来的话 有几个重点 你等一下可以慢慢的再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原子 或是物质的一个particle的一个特质的一个特性 那么今天的第一堂课呢 就是要来先介绍原子的一个特质 然后呢,第二堂课的话也是在介绍波尔 model 然后第三堂课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物质波 好,那么在原子的一个发现的历史的话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的发展 最重要的呢,第一个的话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Thomas的model 他来介绍这一个原子 它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那么他就,当然他知道说原子是由电子跟带正电的电荷所组成的 可是他那时候的model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葡萄干的那个布丁 好,他就觉得说 这个葡萄干呢 它是镶在这个布丁里面的均匀分布 OK,那么这葡萄干是均匀分布的 那么电子呢,也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带正电荷的葡萄干里面的 OK,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电子是也是均匀分布在这个原子里面 OK,那么这个原子大小呢 大概它这个 它这个整个范围呢 就大概是在10的-10公尺的 这个大小里面 那电子是均匀分布在这个 后面都是带正电荷的背景的一个布丁里面 OK,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直到了拉赛福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件发展会这么久呢 因为到最后是Laser Particle 就是当你的仪器越来越精准的时候 你就可以联的比较精准的现象 那拉赛福呢 它用了Alpha Particle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Particle 然后来去撞击这个原子 那么你们到最后呢 去读镜物的时候 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每个发展它到底是带给这个近代物理 或是物理发展史到底什么样的重点 你一定要知道 那么拉赛福的话呢 它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它就是证实了这个原子核的存在 OK 你看那个时候 Thomas的话它是不是只有原子 对不对 它还没有原子核 因为它就只有正电荷的话 就是均匀分布的嘛 对不对 所以电子也是均匀分布的 在这个后面都是带正电荷的一个背景的环境里面 那么是知道拉赛福的时候 它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您说 它是正式的原子核的存在 OK 那它的结论呢 重要的是跟这个Thomas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看 Thomas告诉您说呢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positive的charge 就是带正电的电子 是均匀分布在这个10的负值里面的 对不对 可是拉赛福告诉您说 您这个带正电荷的charge呢 是集中在这个原子的中心的 OK 所以它是concentrate 在这个center里面的 它不是一个均匀的 那个discipline 在这个原子里面的 OK 所以这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呢 我们做个比较一下 如果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如果我今天用alpha particle 假设我去撞击这个Thomas的原子的model的话 因为它分得很散 对不对 它分得很散 那么alpha particle 你们就知道是带正电荷 对不对 HE的那个带正 嗨的那个带正电荷 对不对 所以它呢 带正电荷的话 遇到这个正的 那因为Thomas的model是不是均匀分布 所以它被散射 就正正particle能够散射的几率 也比较小 OK 可是呢 照道理讲的话 这个Lossoff的话 因为它是concentrate 在集中在中心 所以它只要越靠近中心的话 最散射的几率就会很大 OK 所以它相对之下 他们的几率 如果用各自的model来推测这个alpha particle的话 他们几率会差了好几个order 对不对 这个才是大概是10的3次方到4次方的order 可是这已经是到了3500个order OK 所以差的几率差很多 那因为差那么多的话 实际上 你要讲谁对或是谁错的话 你做实验就知道了 对不对 做实验之后呢 就可以证实了 Lossoff是正确的 所以呢 Lossoff就建立了第一个原子的 一个形貌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呢 Lossoff的话呢 它怎么样做出它的实验 以及它的实验的比较detail的结果 我们就用右边的这个黑板 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好 那Lossoff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简单来讲呢 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说如果中间有一个带阵电荷的particle 对原子核 OK 这就是原子核 OK 那么它就是优秀 它就是去用alpha particle 或者是害带二症 对不对 alpha particle 你知道吗 就是害带二症 对不对 那么它就是用这样子 alpha particle去重极这个原子核 然后它去侦测 不同角度之下 它收集了多少被散射出来的particle 好 就做这个实验 OK 那么我刚才跟你讲说 如果照 Thomasen的话 它是识得三千五百次方分之一 的几率 会detect 会接收到 可是呢 Lossoff的话 它只要几率是八千分之一 差了那么多的order 它就可以侦测到了 所以它主要是实验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好 它有的呢 alpha particle 是距离这个原子核的这个 最近的距离是小V 然后呢 它经过它的话 因为是不是正正会带排斥 所以把它散射出去 OK 然后呢 所以它散射出去之后呢 就以一个角度 Sida角散射出去 所以你的侦测器呢 必须要在这个Sida角的角度 你才能够detect到 OK 好 那另外也有alpha particle呢 就是直接打过来了 那么直接打过来的话 是不是刚好之间会有排斥力 所以就像一个那个打撞球一样 就怎么样 直接就被这个斥力反弹回去了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这边的话 就detect不到 对不对 你反而是要在这个180度 你才能够detect到 OK 所以它就去观察 不同角度的时候 它到底可以收集到 多少个particle被散射出来 OK 那实验 这个实验的话呢 如果你是相关于这个实验的话 你主要有三种最重要的结论 那么因为这中间会有很多的数学 比如说第二点会有很多数学 我们会把它当初的补充资料 放在网络上面 你就去参考 要不然呢 我们可能就 因为我们只有半学期的课嘛 是希望能够教一些 比较有历史概念的物理发展给你 那这个数学的话 我们就放在那边 如果你对这个推导有问题 你也是可以随时来问我们 好不好 好 那有三个结论 第一个 你可能就比较能够 马上就知道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alpha particle 能够直接 如果是像这样头碰头的 这样子的反射的话 碰撞的散射的话 那么你看 如果我本来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动能 是叫做Kalpha alpha particle的动能 叫做Kalpha 然后呢 到了这里之后呢 是不是全部的动能 就会转换成 我们两个之间的 次力 电次力 静电能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是不是 4πs等0分之1 然后呢 你们的 KQQ除以R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个电 普务的时候 是不是在讲 电穴的时候 你在这个 这个的时候 你在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把你全部的动能 转换成你们的 静卫能 静电卫能 对卫能 OK 所以卫能的话 就是KQQ除以R嘛 所以你利用这个关系式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之间 最近的大低 的关系是什么样子了 这个是最近的 distance OK 就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式 OK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概念 应该是 没问题的 那第二个呢 就会用比较 推导比较多数学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 把它放在 那个 补充的 那个 网络的资料 给你们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这个 好 那假设我今天的case 不是这个刚好 这个人家叫什么 叫hand in的 那个碰撞的 散射的话 我是有一个距离的 比如说我是距离 在这个水平方向的话 是小b 我如果是上面 这个alpha particle 它会散射一个 ceta角 对不对 那我散射的 这个角度 又跟您 这个大d 以及跟这个小b 有什么关系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的结论呢 你可以去看 那个补充资料的数学 它可以告诉您说 你散射出来的这个角度 跟你这个小b 还有大d 就会有这个2b 除以大d的关系式 OK 你回去看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随时可以 我也没问题 OK 好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说 好 我每一秒 好 每一秒 OK 就是说 我这边开始散射了 对不对 那会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我会detect到 不同的被散射成功出来的 例子 OK 它一定会有一个分布嘛 对不对 好 就是说 看看哪个角度 我搜集多少 这里小度搜集多少 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总共散射了 一万颗出来 那我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我detect到几颗 OK 它就去画这个关系式 那就是说 好 我单位时间之内 我呢 总共在不同角度的时候 我detect到 有多少个被我散射出来的 particle delta n OK 那么我 这个会有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你先不要看 你先看这个图 这个图会不会太小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下面的话 就是c打 角度 然后呢 这个y的话呢 就是我散射出来的 delta n OK 把它画大一点 就是c打 对不对 你在不同的散射的角度的时候 你收集到的delta n 就是收集到几颗 被散射出来的particle粒子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 你的角度如果越来越大 实际上呢 你就会 detect的粒子 就会越来越小 有这样的关系式 那这个关系式最重要的 你只要记得 这一个散射出来的粒子 跟你的角度 你看到没有 是乘什么关系式 sine的四次方的关系式 倒数 OK 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 很少会再考到前面这些东西了 但是你要知道 它们的关系式是怎么样子的 OK 这是拉萨弗的重点 就在这里 可以 所以 经由拉萨弗这样设定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 这个概念 就原子核 原子里面有一个原子核 这个概念是从 拉萨弗的实验 开始建立出来的 那么我们最后做一个原子的 这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几个重点 那么简单做一个结论 这两个是一个常识 这就是说 你一定不管是考试的时候 人家只要不告诉你这东西 你自己都要知道的 OK 这是说呢 一个原子 不管你是什么原子 轻原子 引原子 金原子 不管什么原子 它们大概的半径 或是 其实你说半径或直径都可以 对不对 因为就差 乘一个2 可是2的话 对这个次方而言 都差不多了 反正你的数量级呢 就是大概是在 10的负10公尺 这样子的数量级 OK 那原子当中的原子核 OK 原子核的数量级 大概是 -14跟10的-15之间的一个 order 数量级 这个要知道 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OK 可以吗 前面的话就简单的 再介绍一下原子的历史 那接下来的话 开始要介绍了 好 你已经知道有原子核了 对不对 也有电子了 对不对 那原子在 电子在原子核 或者在原子里面 绕着原子核运动的话 它们又是怎么样的 稳定存在的呢 好 然后呢 稳定存在之后 好 我今天外面又打了一个 道光 你会有光谱 你没有怎么产生的呢 好 那对于这个 原子跟电子之间的一个 我们叫做电子的能态的分布的话 首先呢 先从波尔模型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原子 它简单的一个model是怎么样子的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介绍波尔model 好 波尔 波尔模型呢 是很重要的 要进入氢原子 或者是要进入 shading the equation的氢原子的model的时候 其实都很重要 这个equation的时候 好 这是最简单一开始的时候 假设 但是它 有很多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波尔呢 对于这个 电子 这个电子能够 很稳定的 绕着这个原子核 在运动的时候 它那时候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 是对的 所以它提出了四个假设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假设是怎么样子的 第一个 你刚开始 拉赛福已经跟你讲说 它是有原子核了 对不对 所以电子呢 就是绕着这个原子核 在运动嘛 对不对 所以波尔的第一个假设 就跟你讲说 这个电子呢 OK 外面这个电子 它是在绕着 绕着这个原子核 做一个圆周运动 OK OBITO OBITO O啊 OBITO 就是它是在绕着 这个原子核呢 是在绕着它 做运动 OK 那它那时候呢 也不晓得它怎么跑的 但是呢 它就用最简单的一个形状 圆形 它就做圆形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像大家做圆周运动嘛 那后来当然是 正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的 圆形啊 不过它也成功的解释了一些现象 第二个 它告诉您说 你要绕着它走的话 你一定会有一个 是不是你的运动的脚动量 对不对 你的这个动量呢 一定是要一个稳定态 才能够存在 好 OK 好 这个是它假设的 就是说它一定要存在一个稳定态 才能够存在 为什么 你一定 你要 你一定是要 你一定要稳定 这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 你在绕着它转的时候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 Radiation 就是不会有 不会有什么 辐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会有辐射是怎样 就是说 好 我本来绕着它转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散射出去辐射 对不对 所以我的能量 就是慢慢的变小 变小 变小 这个就叫做 有Radiation OK 那它告诉你说 你不会有这种状况 你就是很稳定的绕着它 这样在圆周运动 在进行 不会有Radiation产生 也就是说 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等速率的 圆周运动 在做绕行 就是了 OK 第四个 好 它是说 如果呢 因为你 你不止只有这一颗电子吗 对不对 你外面是不是还有 不同颗的电子 自己也在绕着它转 对不对 好 那么你不同的 不同的能量的时候 如果你们要 跳到 另外一个 Level去的话 你们要 从这个 比如说好 你到时候画出来能态 好 你有很多的能态 对不对 你要从这个 能态的电子 你要跳到这个 Ground State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守 你跳下来的时候 你损失的一些能量 就变成 光 OK 辐射出去 好 那 这个呢 就要遵守守恒 从高的 跳到低的之后呢 你会有一个光的 辐射出去 OK 这必须要 好 那你看哦 这个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电力的一个光谱 你现在看这个H H是多大 这个也是要 记得的一个order 6.6乘12-34次方 对不对 然后乘上你散射出来的这个μ OK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μ很小的时候 这个μ很小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说 你整体而言 你整体而言 差很响 就是说你从高的跳到低的话很响 所以就是在比较高level的时候 就是很密 那我从这个呢 跳到比较临近的 跳到比较低的时候 几乎它们之间的差 就差很响 所以它这里其实也预测 一告诉你说 你的光谱呢 到了比较 有一定的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频率比较小的地方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属于一个连续光谱的 OK 那么如果你这个μ比较大的时候 乘起来 hμ就比较大 对不对 hμ比较大 就是说 你们两个从高的跳到低的 你会损失很大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是不是在比较低level 就是刚开始的光谱的时候 你们两个之间差的能量差很大 所以我从这边跳下来之后 你们这差会差很大 这个时候呢 它也告诉你 另外预测告诉你说 你的光谱 也有属于比较不连续的 我们就叫做quantum 或叫做discrete 非连续态的时候的一个光谱 所以呢 你可以等一下 我们也会很清楚告诉你说 你在高能态的时候呢 是一个连续的 到了量子物理或量子的 光谱的时候呢 你的能态是属于比较不连续态的 OK 好 这等一下 我们就是要讲 我们就是要讲从这四个当中推导出来的一些光谱的原子核的现象 OK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 先看一下 好 波尔模型呢 我们最简单的话 先 它就先从最简单的例子开始着手 那当然例子当中最简单的就是谁 氢嘛 对不对 氢的话是不是组成就很单纯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原子核 然后一颗电子 所以它这一颗电子的话 探讨起来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如果是用氢 像氢一样的原子 如果是用波尔模型来解释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OK 好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它的总能量 Total Energy的部分 OK 在刚才我们是不是有假设四个假设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假设的话 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这个电子呢 会绕着这个原子核 像进行圆周运动的这样在运动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的话 然后是利用库伦力在做圆周运动嘛 所以它如果在绕着它做圆周运动的话 它之间的圆周 向性力是不是由库伦力所提供 好 这在第一个假设 有没有 我是不是写第一个假设 就是它能够绕着它像圆形的轨道 轨迹 然后这是利用库伦力所形成的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库伦力就等于它像性力 库伦力的话 是不是等于KQQ除以R平方 OK 那你的QQ的话 就是原子核是Z1 那么电子的话是E 所以是Z1平方 好 那你会想说 为什么可以写Z1 所以我是给你写轻like 就是说只要是外面带一颗电子的 都可以叫做一个像像轻 像类似轻的这样子的原子来处理 所以不一定只有局限于轻原子 它只要是像 只要是外面的话 只有带一颗电子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OK 那像性力是什么 就是MV平方除以R嘛 是不是 它的半径是多少 OK 好所以这个是根据第一个假设的 P1 就是第一个假设 所得到的式子 OK 第二个式子是不是波尔告诉您说 你要稳定存在的话 你在绕着它走的时候 你的这个角动量 必须要遵守一个量子态的 NH bar的关系式 OK 那么什么叫L呢 是不是在 普 是力学 对 有告诉您说 是等于R cross P OK 就是你的这个半径 Cross 你的这个动量 是多少 OK 那你必须要遵守波尔假设的一个量子态 NH bar 那N cross P的话 因为它是不是给你假设 在第一个假设就告诉你说 它是做圆形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R跟这个P 是不是永远都是成垂直的 所以你就直接就可以写R MV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没有角度关系 然后是NH bar OK 所以呢 这个是第二个式子 OK 这个都是根据第一假设跟第二假设来的 那你会得到第一个式子跟第二个式子 好 第一个式子跟第二个式子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整理 因为你就可以把你的R NV 等于NH bar 你的这个NV 是不是可以用R跟NH bar 带进去 然后到最后呢 你就会得到R的式子 OK 所以呢 你得到了这个R的式子呢 就跟V就没有关系了 OK 所以得到这个式子 你把它整理一下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只要去利用 我刚才写的1号跟2号 把它带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常数项 OK 那这个通常不是 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这个 如果今天 我问你的是氢原子 题目如果就是氢原子了 氢原子的原子序是不是1号 所以它的Z是不是就是1号 OK 然后我又假设呢 你现在是 在最低能态 Ground state 就是低能态 Ground state的话 N等一下我们会讲 等一下我们会讲N什么东西 好 假设我如果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是氢原子Z等于1 然后又是在Ground state的时候呢 N等于1 那么你会得到的是氢 利用波尔model 然后去预测氢原子 它的半径是多少 氢原子的半径是多少 这个数字 也是一个尝试 好 所以你要记得 0.53A的大小 好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不同的Z 原子序 你就要知道它关系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R跟N是乘平方 对不对 跟Z是乘导数一次方 这个关系 OK 所以呢 其他的话 你都可以变成0.53去算 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您说 你 如果呢 到最后这些都忘记了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这些全部的总和 是0.53嘛 好 所以以后不管问什么文题目的话 你只要 Base on 你的R 是不是就是0.53 怎么样 N平方 除以Z 这个关系是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我刚才是出氢原子嘛 对不对 如果题目又出了什么 铃啊 钠啊 其他的不同元素的话 只要是类似氢的 就是外面只有带一颗电子 我就可以算了 那么你就要带它原子序 以及N平方 是这样关系是 OK 好 这第一个重点 要小心 好 这位考 OK 就是说不止 就是说你不管是考我的考试 或是你去考研究所考试 或是你到了 你长大啦 对不对 你练博班啦 对 然后你去考 这机率都很高的 所以 这个要 要知道 然后呢 如果你忘记了怎么办 你一定要记得 从最原始的假设一 还有假设二 推起 其实你也不用背 对不对 你只要Base on你的假设 所以倒是那个 波尔的 model的那个假设的话 你是要很清楚 他是做了什么样的 事情的假设 OK 所以你只要Base on你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 你就自然就推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很 还蛮好算的 OK 好 再来 你已经知道了R 对不对 你已经知道了R 然后呢 你已经知道了R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用V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 把V也可以得出来了 对不对 你从一号跟三号的话 那是三号 对不对 然后一号在这里 OK 你知道了R 你是不是可以用V 把他们其他的关系式 也可以求出来 四号 OK 好 这可以回去推推看 这没问题的 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只要知道了R之后 我其他的V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关系式 把它表示出来 OK 所以你又得到了四号 OK 好 重点是在这里 我们这个目的是要你算Total Energy 对不对 Total Energy的话就是 有动能 也有位能 是不是 你绕着它在转的时候 你的动能是多少 二分之一MV平方吗 OK 你绕着原子核在转的时候的位能是多少 是不是静电位能 对不对 负的KQQB 除以R OK 这个没问题吧 电磁学 普悟的电磁学拿出来看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你的总能量 是不是 那你当中呢 这一个部分 二分之一MV平方的话 你从这里 二分之一MV平方 这个R跟R是不是消掉了 对不对 所以二分之MV平方 你是不是可以变 Z1平方除以4πX龙 再除一个R 带进去 是不是 你就得到这关系式嘛 好 那你呢 所以你这个东西呢 就用这个关系式带进去 把这个Total Energy再整理一下 用这一个以及这一个 好 相加起来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 负Z1平方除以8πX龙 除以R OK 这个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静电位能 OK 还没有完 那么你的Total Energy呢 你再把它做整理 是不是等于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你这个R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 再带进去 OK 把它带进去之后 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你把那个3号带进来 这里的式子 然后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OK 这个式子最重要的是 前面这些都是常数嘛 电子的质量 电子的质量 然后如果是氢原子的话 Z等于1 电子的电荷量 以及4πX龙0 这都是常数 把它整理完呢 你会得到一个重要的式子 就是呢 这个Total的Energy 是等于负的13.6 Z5方要小心 这个原子序呢 这个原子序呢 是Z平方 然后呢 这个Zn平方 这个关系是 OK 要注意 这个每个单位都要注意 这个是 电子福特 然后呢 这个是 这要小心 然后这个关系是 你一定要记得 就会 刚好 OK 不过这个都没有问题 你这里可以推一推 或者是你 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式子 打开 怎么样 好 这当中有一个N很重要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N 对不对 这个叫做 在量子物理来讲的话 这叫 主量子数 是不是翻译是翻作 主量 量子数吗 是吗 你可以 应该是 主量 A是N 好 那这个N 还有很多的学问在 N 如果 N的话 这叫做 Ground State 期待 OK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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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